那最近來看 你說要比什麼製藥能力 我告訴你了 法國的費加羅報說 中國大陸在製藥領域取得驚人的突破 這是昆泰醫藥公司報告 美國佔的全球腫瘤支出近一半 去年總支出達到1960億美元 增長4% 但是中國大陸支出五年內增加超過一倍 從50億美元上升到118億美元 在過去五年抗腫瘤藥的製藥 75種新抗癌藥 都在中國大陸上市 然後醫藥的研究作者就說 中國大陸份額甚至超過了歐洲 顯示中國大陸在全球新藥的開發 真的發揮重要的作用 印度你真的不要感覺良好 因為德國也曾經做了漫畫說 印度你人口真的超越中國大陸 但你光這個基建能力 人家做的是高鐵 你做的是什麼呢 最近就看到印度有火車相撞 造成本世紀最慘的鐵路事故 275個人受傷 死亡上千人受傷 然後印度每年還有呢 1.6萬人因為鐵路事故死亡 原因不但現於 怎麼樣有包括什麼 什麼走在鐵路上的 鐵道上的神牛 你要躲避它啦 等等的導致脫軌 然後另外還有印度呢 又有橋 花了多少 170億的盧比 結果呢也是倒了 所以你光這個基建能力 跟中國大陸就不能比啊 我跟你講完全不能比 印度 他這個他這個有些這個還發生那個斷橋發生 這個這個火車發生的青崖 青崖在這個印度的中部靠這個靠這個 靠東方的 他是日印度歷來對東方的一個大門 那算是比較比較先進的地方照樣發生 兩個火車對撞 這個在同一個鐵軌上 一個往這走一個往這走 你說這不可思議嘛 這個火車靠調度啦 你的調度人是睡著了還怎麼樣 還是你的機械太落伍了 所以死了兩百多人 傷了一千多人 高速的鐵路兩個對撞 那印度一年火車事故死1.6萬人 嚇死人 真的嚇死人啊 對啊 而且他的速度也不是多快啊 對對對 他的那個那個火車完全 為什麼印度還有火車 就是英國統治的這個好 離留給他的 要給印度人的話 他根本也修不了那麼多火車 他自己修的橋就是這個 這個倒掉的橋 還倒了兩次 跟棉花做的 人家說好像奶粉做的 搞不好裡面沒有用牛 沒有用水泥 真的用 真的灌奶粉 真的灌奶粉 不過講到製藥 我稍微知道一點 你知道製藥這一塊 完全是人力密集的 靠腦力的 靠這個人才在做的 那他背後當然要有一個 支撐的一個 一個公司也好 或者有一個 這個物資灌注的一個 一個系統 美國的製藥業 很多的Lab裡面 你進去看 都是東方面孔 OK 要不然就是早期台灣的留學生 要不然香港留學生 要不然馬來西亞留學生 華人的留學生 要不然最近幾年 中國大陸改革開放以後 就是中國大陸的留學生 很多的Lab裡面 基本上你去看都是華人 都是中國人 所以這個人才 基本上本來 這個中國人就佔一個 很大的 就佔一個優勢 那這個背後呢 美國是怎麼用什麼 這種 它這個大的藥廠 在控制所有的藥 它開發新藥 它自己開發 那有的出去小公司 也開發新藥 它這個新藥如果說 一發覺很有市場的話 大藥廠就會用砸錢 把你的小藥廠全部買下來 它不是砸一兩百萬 它是給你砸個幾千萬美金下去 請問一下 你一個小公司 你有這個know how 你換一個 你是賣給大 你是賣給這個大的公司 還是怎麼樣 而且美國的藥廠 你要得到FDA的那個藥證很困難 那是一個長期的 一個法律的過程 所以小公司有時候沒有這個能力 它搞出一個非常好的專利藥以後 賣給大公司 所以美國的大公司 基本上是靠那個體制 在剝削很多小公司 然後最主要是人才 中國大陸這幾年的這個 這個新藥的開發主要都是懷歸 也就是在美國的這個體制裡面 回到回去 它是有這個能力的 只要有人願意資助它 它是有這個能力的 那而且它研發出來 不會因為美國的FDA 很難給它執照 就被美國的大藥廠吃掉 對 好廣告回來繼續來說 中美的競爭 好 中美的博弈 我們來看到領導人 其實真的也是很關鍵 最近總統拜登來看到 他面對媒體詢問的時候 常常笑而不答 也因此引發了部分媒體記者不滿 最近拜登5號的時候 跟丹麥首相會晤的時候 面對記者的提問 他再度笑而不答 甚至聽到記者的訊問的時候 還笑出來 讓丹麥的首相也有點尷尬 一起來看看 怎麼看丹麥的這個領導 那個這個為什麼要傻笑 我懷疑是不是上次在那個空軍官校的 那個畢業典禮 踢到沙包以後 摔到了 沒有那麼簡單 那麼大年紀摔了以後 他自己要長期觀察 不是說第二天在那邊跳兩下說我沒事 就好了 對 那個不是嘴巴逞強的 我覺得應該送到醫院 徹底檢查一下 要檢查一下 我們也祝福拜登身體健康 尤其是來看到說什麼 中美的博弈 經濟也是很重要 最近很多的機構 都上調中國大陸經濟 代表看好中國大陸經濟發展 我們先來看大摩 摩根史丹麗他說 2023年全球GDP增長率 將會保持5.7 這個是來看到 這是講錯 這是中國大陸 他說中國大陸 全年的GDP會保持5.7 然後他要說為什麼呢 他說下半年 中國大陸經濟調整之後 會增長到6% 意思就是中國大陸下半年是6% 全年是5.7 還說因為內地復蘇的過程 會持續到2024年年末 那真的是很好的消息 世界銀行也上調 中國大陸在2023年經濟的增速 預期到5.6 1月的時候他預期4.3 4月的時候5.1 你看到了現在的時候 最新是5.6 另外的話 《日報》也說 世界銀行估計今年的全球經濟增長 2.1 現在也高於1月份估計的1.7 那中國大陸海關總署也說 今年前5個月中國大陸進出口的總值呢 16.77兆同比增長4.7% 東盟還是中國大陸第一大的貿易夥伴 進出口2.59兆人民幣同比增長9.9% 林毅夫啊他就說沒有黑天鵝事件 中國大陸會實現經濟增長 有機會超過6%今年哦 渴望在2030年成為世界上第一大的經濟體 中國大陸又新型舉國體制要攻克卡脖子 對我覺得這個經濟怎麼講 基本上看數字 那個是硬道理 你就看成長率 就看這個實際的進出口的數字 當然中國的GDP裡面 還有一個很大的部分就是投資 投資的部分的話 我覺得中國大陸政府上面 政府有很多投資計畫 那外資的話 最近摩根大通 摩根大通在中國舉行這個 摩根大通的這個中國高峰會 對在上海 上海把很多這些美商 還有甚至一些譬如說 那個NASY NASY是瑞士的 這些的CEO 都遭到中國大陸開會 你知道摩根這個摩根大通 是美國第一大銀行 投資銀行 那而且這個儲蓄啊什麼 那個是美國最有實力銀行 那麼他會不會帶動一波新的投資 那這個對中國經濟也很重要 所以持續的投資 我覺得才是中國大陸 很重要的未來一發 另外就是說 還有就是 所謂的雙引擎的 內部消費 那中國大陸的儲蓄率 還是世界第一的 那也就是說 民眾對於經濟的信心 在這樣子的一個情況預期下 我想老百姓會放開手來消費的話 那麼對中國經濟來講的話 那就等於說如虎添翼了 不過整個來講的話 這些摩根史丹利 或者說世界銀行 基本上對中國大陸意期 都是很樂觀的 對 那今年已經快到一半了 我想大概很多數據跟趨勢 就看得清楚了 大概都可以看得清楚了 那就是中國大陸經濟超越 美國那個是 那個是殖日可待 殖日可待 因為中國的經濟人口 跟中國人的這個效率 跟創造力來講 在歷史上在整個全地球的 這個GDP佔比中 一向都是差不多五成左右 一向都是二分之一 那所以今年中國 現在中國大陸是17兆 就整個全世界的GDP是100兆 中國現在是17 那回到歷史中國 應有的體量應該是50兆 應該是地球上面的GDP的一半 所以其實還有很多努力的空間 那以中國現在譬如說 4兆的這個4億的中產階級 如果再繼續擴大 那不得了 然後以中國現有的這個基礎建設 我最近到四川走一趟 我發覺光四川省的話 那個基建的話 那真的是看出中國的基建狂魔 這個特質跟中國速度 中國速度 因為那種高速公路是不好修的 那跟美國在大平原上修一條高速公路 它是大山之間打兩個山洞 中間再架一條很高的一條路 下面是100公尺的這個支架撐起來 就像在四川這樣子 這麼一步一個修 所以中國的整個基建 會增加中國的效率 然後中國的這個教育 基本上人口素質大快速提升 沒錯 那麼中國藉助世界的資本 讓各國的資本 優秀的優良資本 一定要中國來賺錢 這個政策 只有更開放 沒有收的部分 所以這個部分我覺得 都是現在美國第一個 教育上把他過去 很優秀的中國的科學家 中國的好的學生 他現在排斥 對不對 這個種族主義 第二個你看他現在這個 閉門主義對不對 東西不准賣出去 美國的最有競爭力的製造業 不准往中國賣 那你那你還發展什麼 對不對 然後呢 中國大陸這個物美價廉 性價比高的東西 你硬要把它 客關稅 你要客關稅 你讓老百姓去買貴的東西 對 這個 這種就變成 中國大陸都走對的路 你美國本來還在這邊 你都走錯的路 那雙方的差距就更加速 所以我覺得 林毅夫這個估計 只把中國算在裡面 他沒有算到 美國的弱 美國的國家 在開倒車這個問題 可能更快就對了 對對對 我覺得2030年要再提兩年 那兩年是美國自己 往後開倒車的貢獻 所以那個大使說是 2028經濟 就有可能GDP量體 超過了美國 因為呢 的確看這個趨勢是如此的 美國你的人才 剛剛我們一起講了 製藥業很多是華人 很優秀的 現在回到祖國嘛 光2021呢 就有1400位的科學家 回到了祖國 為什麼 你就是中國行動計畫 搞得大家好 仇中嘛 仇事嘛 那為什麼一定要在你美國呢 中國大陸科技能力 越來越好啊 好 你看人才的這一塊 教育的這一塊 還有呢 經濟量體的這一塊 難怪西門子的CEO 傅樂仁 好 說我6月中旬 要訪問中國大陸 今年第二次到訪了 有望宣布 西門子在中國市場的新動作 中國市場 目前佔據呢 西門子營收13% 他說退出中國 是不是選項哦 要在哪裡找到 要求很高 而且尋找新技術 可以讓我們呢 創新水平 更上一層樓的客戶呢 他說只有中國 這跟那個NVIDIA說 世界這個市場只有一個 這個中國市場很重要的 跟那個NVIDIA 黃仁勳也很像嘛 然後德國默克集團的CEO也說 對華脫鉤 會付出巨大經濟代價 我們拿一個全球化世界來冒險 這不可行的 法蘭克福匯報也說 2022年德國對華出口 1071歐啊 那自華進口 1911歐 進出口總值來到 2981歐元 中國大陸連續第七年成為 德國最重要貿易夥伴 所以呢 德國資深引述了 奧地利經濟研究所說 如果中德經濟脫鉤 會導致德國GDP縮水2% 減少600億歐元 明鏡周刊也說 德國即使呢 適應了脫鉤多年之後 損失還是會高達0.6%的GDP 大概是170億歐 例如像是福斯集團的總部呢 他們的繁榮度 還會下降五分之一 這個我覺得德國人是講科學 他都用數據來展現 德國的損失 其實我覺得整體來看啊 德國現在面臨一個很大的考驗 就是說 你在中國不加碼的話 中國的企業通通超過德國企業 德國企業過去在中國大陸 30年到40年的耕耘 可能會上市競爭力 那光以電動車來講的話 輸啦 現在中國大陸都超越 那在德國 在中國大陸你可以看到 滿街跑的都是德國車 對不對 你德國的B&W Mercedes 這個OPPO 對不對 那個還有就是Porsche 那都是傳統車為主 傳統車為主 可是他在中國大陸的市占率 那個是非常 中國大陸可不是一個小國家 那個中國大陸是 這個 這個第二大經濟體 然後呢 消費力 人口消費力 不但往 不斷地往上走 那你如果德國 你今天在中國的市場競爭力 往後退的話 那對德國來講 是一大隱憂 所以我覺得今天這個 今天這個 西門子也好 還有BASF 去年不是在 去年出的 在湛江投資 一百一歐元 那這個是他要維持 他在中國 市場的一個競爭力的 一個作風 他如果不繼續加碼投資的話 中國的企業很快就超越他 所以我覺得德國是一種 戰略性的考量 這個國家在過去三十年到四十年 有一陣子 他的經濟成長率也是6% 就是說一個高度發展的經濟 還有6%的成長率 很厲害 不是內部因素 絕對是外部的市場因素導致 這個外部市場因素 誰就是中國 所以在中國 梅克爾的時候 馬幫忙的 還有更前面的那個 那個叫 那位 那位德國首相 那就是說今天 過去德國是中國 四十五年改革開放 最大的獲利者之一 另外還有一個澳洲 對不對 我們不提 美國也是獲利者 那德國還是採取務實的策略 那麼因為中國的經濟的規模 還在不斷往上走 我認為 我認為中國 中國一定是 起碼是50% 這是中國 這個民族的 有效率的民族 跟有智慧的民族 跟中國既有的物質體量 主客觀的就是中國這個民族 民族的優秀 這個 第一個是不斷向上的 而且求之欲強 第二個 是以工作勤奮 然後導向的這個文化 儒家文化 這樣子一個民族性的優越 再加上中國本身的體量 我認為中國回到歷史 中國歷史 該有的地位 該有的地位就是GDP 全世界GDP的一半 對 那今天17億 那還有 37兆 還有37兆的空間 那這個部分 如果德國現在下車的話 對不起 那德國 白了 就 就喪失了他的歷史性的機遇 而且他過去的這種努力 也富足東流 所以我覺得德國人 基本上還是有些 把舉行師看得很清楚的人 是的 是的確這個德國 這個勢頭要跟上 不要掉隊了 因為來看到說 德國有機會超越日本 變成第三 GDP有機會超越日本的 但是像大使說 能力掉隊之後 可能就 比較 慢一點了 那再來看到說到 中國大陸不只是經濟的勢頭 大家往上 那尤其是怎麼樣呢 他這個金鑽 國家 不斷的擴源 未來也會擴到哪裡呢 這個沙特也想加入 那沙特呢 其實最近也在中國大陸幫忙之下 跟他的死對頭 也就是伊朗嘛 和解了 最近616號的時候 伊朗駐沙特的大使館 正式的 重新的開啟 你看大家都非常開心 另外呢 同一天呢 其實布林肯就來到沙特 要進行訪問了 然後呢 其實大家都說 你可能很難達到你的目的吧 你要挑撥中俄的關係 跟沙特關係 恐怕很難 尤其是5月7號的時候 美國國家安全事務助理呢 蘇利文就已經訪問到沙特啦 那你看一個月 兩個高官訪問沙特有用嗎 其實中東最近局勢真的變化很大 尤其是呢 伊朗海軍司令呢 伊拉尼說 伊朗 沙特 阿聯酋 卡達 阿曼 巴林 伊拉克 巴基斯坦 印度 9個國家 要加入新的海軍聯盟 然後他也提到 阿聯酋已經退出 由美國主導的聯合海上力量 這很重要 因為呢等於美國在這個中東海灣國家的這些力量 他們要被退出去嗎 然後他也提到說 3月多的時候 中二一啊 有進行相關的安全演習 那當時中國大陸也派出052D 所以呢 你看喔 大使 因為九國要成立新的海軍聯盟 這些國家其實海軍都不太強 然後呢 中國大陸其實 052D最近在中東非常非常的搶眼 最近啦也有網傳說沙特要採購 中船集團 12艘052D1 1就是出口型的防空驅逐艦 然後呢 這個就大家關心說 未來052D 會不會在中東這邊更有市場 我覺得這是可預期的啦 整個觀察中東目前的走向 我覺得是中東國家的 為什麼搞大團結 基本上我覺得他們共同認知到一個歷史性的機遇 也就是可以把美國的力量 在目前的情況下 徹底的清算出中東地區 那這次 尤其這個軍事上面 把這個美國的聯合這個海上力量 把它取代掉 基本上就很清楚 就是把美國軍事力量也給你 也給你逐出中東 對 這是一個歷史性的機遇 因為美國現在 展現得很清楚 社會的阿富汗就是在 在阿富汗的地方 美國從二次大戰以後首次的權力真空 軍事力量的展現 他是一個退卻的 這個對中東是一個 他們會非常明確感觸到的 第二個 中國跟美國大陸的 中國跟美國之間的關係 在禁足 另外還有中俄之間關係 美俄之間關係禁足 美國現在無暇東故 無暇顧及中東 所以中東國家基本上 雖然波斯民族跟這個 阿拉伯民族是有傳統上 是歷史上很多 千年恩怨 千年恩怨 你還有就是說教派的恩怨 可是 中東還是中東人 中東 不管內部怎麼樣 他們希望把這些 一個最不穩定的外來勢力 把它弄出去 這個是從二世大戰之前 甚至一百年前就是說 一百多年前 鄂圖曼土耳帝國垮台以後 阿拉伯沙克森 這個帝國主義 在中東地區 興風作浪 上風點鎖的 這一次最好的 把這些力量 逐出中東的一個機會 所以你看現在 沙烏地也好 伊朗也好 掌握到這個歷史的機遇 動作有多快 他們這個是歷史機遇 動作非常的快 雙方之間的 世仇都放下來 然後你看 很多 尤其沙烏地阿拉伯 他也很清楚 美國是他的心腹大患 而且在經濟利益上 雙方已經是什麼 雙方已經競爭了 可是這個力量 如果起來 跟把美國清算出去 美國的國際影響力 掉掉三分之一 最主要就是對 全球能源的掌控能力 美國過去 對全球能源的掌控 不是只掌控它的供需 美國是掌控它的價格 對 這個掌握空隙 又掌握價格 基本上是美國霸權的基礎 這次他們又決定 每天減採100萬 美國人能夠死得上力嗎 所以 美國這些高官 已經去救火了好幾次 這次布林肯也是去救火 我認為 美國必須要認清 今天中東國家捐氣前嫌 一起聯手 把美國趕出去 這個是他們的一個歷史機遇 他們正在充分地把握這個機會 要把美國力量 把所謂的美國的殘餘力量 也把你一起逐出去 所以我覺得布林肯 第一個層級不夠高 第二個他可能沒有辦法認清 這個東中國家 目前怎麼認知整個國際局勢 跟展現在他們之前的 這個歷史性機遇 那麼我覺得 中東國家會進一步團結 進一步團結 尤其是沙伊 兩國的這個化解 那其他的都是小問題 對啊 他兩個一聯手以後 只有一個目標 現在看起來只有一個目標 就是把美國再繼續欣行 創造一個完全的 沒有美國的 後美國時代的中東 所以我覺得這是一個 這是一個大計畫 我覺得 以現在美國的面臨的 全方位的挑戰情況之下 內憂外憾之下 美國死不上力 就是要看到一個 一個完全自主 而且比較親中 比較親俄的一個 這個中東國家 一個新的團結的中東 這是美國自己造成的 那也是美國這個帝國 衰敗掉下的第一塊 對 所以你覺得 中國大陸跟俄羅斯 會不會也是有 更大的戰略機遇呢 告訴你 中共會 如果你不要戰爭要和平 你需要正確 而且權威的國際資訊 和情緒分析 請立刻下載 中天新網APP 和我們一起守護台灣 多一個下載 就多一個力量 為何要誇張